中国古艳于所谓的量大复大 看看中国古深陷亡 留下来的这些典籍 我们读了 他们很少讲国家 开口都是讲天下 这信仰大了 讲国家就小了 开口闭口都是讲天下了 量大复大了 复最大的是复 中国古深陷亡讲的天下 没有离开地球 实际上那个时候讲的天下 就是现在中国本土 中国统一是秦始皇 秦始皇之前都是小国 周朝时候八百祝货 黄火流域到长江流域 多少国家八百个国 大国 现在是个小镇 小国就是小村庄 这古书上看到的 一百里 自己治理的这个江流 一百里的就是大国 五十里的三十里的 那不就是小乡镇吗 那是个国家了 所以并没有统一 天子是所有祝货国尊称 因为你有道德 你有智慧 大家都向你请教 那不是用武力的 真的是用德行 用文化 来做成大一桶 佛的信仰大了 佛不是讲天下了 佛是讲变法界续空间 心包太虚 量度杀机 量大佛大了 那这谁能够赶得上佛呢 佛有这么大的信仰 变法界续空间是一体 变法界续空间是一家 这是佛教育 所以佛教育最适合中国这个地区 用中国基础就做好了 古身先王的时候 以天下为怀 这么大的信仰 Flower 荄 老眼 增